三個中產黨 今天主要是圍繞兩位 我們不是KOL,新是兩位很著名的意見領袖 一些網紅,他們說的兩篇文章 都是被封傳的,很值得去投行 第一個是馮希乾,現在是蘋果最出名的才子 他有一篇文章,叫做政界猛人揭林鄭底牌 他說,有一個在政府做高層的 很熟悉政府方針和內部運作的X先生 跟他說,現在政府已經有他的劇本和策略 裡面大概說了些什麼,我都不太詳細記得 首先分析形勢,然後給了兩點建議 那兩點建議,尤其是最後我覺得是比較值得去討論一下 就是那個建議是向抗爭者給的 我記得他最主要是說什麼呢 現在元朗黑社會出事之後 就要抓人 現在一天還未談好,拘捕多少人 判什麼罪呢,一天還未完 所以政府劇本還未講好 所以他會用情操策略 包括找一些內鬼去搞你的前線 你記住,這些我們一直都在網上聽過 只不過分別是甚麼 分別是他多了一個熟悉政府運作和方針的X先生 這篇東西就突然上了神台,很多人爭相分享 因為大家都覺得這個就是林鄭的劇本 即是立即好像有了認受性 變成一個內部的情報洩漏出來 X先生 再講完這個,我們先一起討論 相對來說,在抗爭者那邊 又有一位很出名的意見令,叫葉朗程 他寫了一篇文,我又不太找得回 但我大概都記得他說什麼 他就說,葉朗程本身是一個X先生 這個X先生,他就認識一個Y先生 他就說,現在你看到抗爭者的策略 變幻無窮,不停打擊政府 但如果你以為現在那個運動是沒有大台 你明明太天真 其實是有一個絕世的高人在背後操本 每一樣東西都是由他親身安排指示 才會令政府一再錯坐 但這位高人,因為他的身份太高了 所以算我能夠透過他的身份 這個世界的金融都是一位絕世的金融 高人去運作 無富齊家族 沒錯,就是絕世的,一直都有這樣相處 但我們不可以說這個,這個時候太高松 太高松,我們不可以說 我們不可以說 希特拉當年也是這樣說 因為是一個絕世的陰謀在搞 是絕世的陰謀,是絕世的陰謀 你又不可以說,然後就去擺佈 這件事從來都有說 我們為何要用這兩個相對來說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希望去探討 不知道為何我們香港人很傾向相信 很傾向一個權威 你是一個經濟學教授,沒有問題 或者你是一個可能在政府曾經做過高官的人 我都算了,當然其實都沒有意思 因為一個前高官當然都可以完全不了解 現在政府的運作 一個經濟學的KOL都可以完全不懂經濟學 但真正的重點就是,現在連名字都沒有 他純粹有個X先生,有個幕後高人 然後很多人就會傾向相信有這種擺佈 所以我們應該是真正的,楊英的研究 為何人寫這麼齊的東西,都能夠有這麼多人分別 就是應該是研究他成功的原因 其實你問我,我現在不是影射你 寫股票那些,收到什麼封,又是什麼號碼 其實有些人很想知道 問題就是這樣 現在問題至於,無緣無故胡說一隻股票 那個反應是大過你去很詳細分析的股票 現在收入的股票,盈利很好,前期很好 說了很多東西,OK,沒人分享 然後突然想,這個股票有個很厲害的人去炒 這個名字我不能說 就突然間就風傳,爆聲 OK,就是這個狀況 這個首先當然我覺得有關心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要分析一下 現實世界其實很難這樣運作 有關抗爭者,我們已經知道 你根本沒有一個人說到事 因為如果有一個人說到事 就不會有很多人這麼沮喪 我講完一些話,沒有人聽 如果你有在現場去視察 你都知道,有些事情都是他們隨時即興去決定 根本沒有可能有人去指揮 但政府就不同了 政府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傾向相信 有一個內部的人 是會可以知道這麼多這些情報呢 我又看過另一個人去嘗試去支持馮興兒 他就說,我肯定這件事是真的 因為我認識政府一些EO和AO 不是他認識的 是他朋友認識的 是他朋友認識的AO和AO 我聽這個已經很有問題 這個AO也做 有個EO他會知道這些政府高級機密 他是負責掃地或是斟查的 不是我認識哪個莊家 莊家只有一個,我認識一個朋友聽回來 我講一個關於股票的例子 股票的定律就是市場力量是無可抵餘的 即是一個莊家,你絕對不到市場力量 即是你控制不到,除非你只是拍戲演劇 在一個社會運動裡,是沒有人可以演到那個 譬如說,我現在炒了匯豐,你炒給我看 或者是否炒了黃黃 我以為李佳誠,你現在不是黃黃 但是,是可以點火的 即是有一個炭症 即是說,如果你說有一個高人 或者是有些人去manipulate 想要一件事 他可以有一個炭症 即是你都要炭在這裏 但是我點一下幫手助言一下 在開始的時候去幫助他 那是很可能可以做到的 這個就是促進的效果會比較大 但你很難指向風向 沒有,還有就是你一旦踏著再炭症之後 你走到風出去,這邊出去,那邊出去,那邊出去 你自己是控制不到的 即是整件事 即是你可以,如果一隻股票你沒有的時候 突然間,當年的時候我們來炒一隻 那隻叫做希臘神話 你一點之後,沒有人會猜到火是這麼大的 但當然你可以稍為去搬一搬 但原來到了最後,原來你兩個反時分 你不知道的 但是你是可以在開始的時候幫幫 或者在某一些時候可能會引導一點點 但你可能引導錯的 即是等於我們周時做政治,取向做政治立的那些 都會引導錯的 不是代表你做到的 市場你兩個無可抵抗 不過你可以做一點點的微調 還有我的理解,譬如我朋友 我也有講過朋友,大家想一下 即是這個Y先生 譬如說,朋友認識什麼AO,EO好 又收到什麼線好,什麼好 我自己聽朋友回來講的經驗 就是說,喂,他講給你聽的 有兩個可能 可能一個,他真是細塵劈軟 即是不要說出去 我真的收到封,真的見面 即是講開才講 即是很熟悉朋友 真的叫你不要說出去 那你都會不會說出去 要不然下次他不告訴你 這是一個可能 第二個可能,他講給你聽的話 根本就不知道真還是假 只不過是利用你把口說出去 你自己是不是有用腦想一下 究竟有多真 又是一個股票的問題 你說大哥,我現在認識一個上市公司主席 他七樓堂有講 你可以都相信一下 或者認識一個莊 現在你說,我認識一個經紀 經紀幫莊做事 那個經紀的經紀 那個是KRF來的 然後你都說,哇,很有公信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你沒有理由找一個AO或者EO 即是連一個D級官員都未到 你就已經說他可以收到很多 那個經紀仔 你見到一個經紀仔 自己都抖五千元個月 都不知道有沒有飯 然後來跟你說 很久沒有消息 變成你問我的話 你聽完說出來 反應你的智力也有一點問題 當然 那你再分享 再分享 再分享大家 通常都是很ROUGH的方向 譬如說,這隻大概幾時會升 他說成功到這樣 你當然不會這樣 但重點是他不會很細節地告訴你 9點鐘就開始有人裝備 上到這個價 然後上到這個價 這個你就很放 這些你完全感覺到會很流 通常都是很ROUGH的方向 這些問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看得很細節 譬如他已經是每一個計劃 都有一個很仔細的指示 又或者說林鄭的政府 其實已經有好劇本 劇本是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一定要小心 即一到一件事越細節 那個情報的滲水程度 甚至她的真確性就越低 但最搞笑的 這個說法 林鄭怎樣怎樣 安排的時候 有時候同一個人 或者同一班人 就說 現在已經是共產黨 現在是中聯辦馬事 林鄭已經廢了 即那天說到這些 今天又傳這些 又覺得很有道理 但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的概念是共通的 譬如我講股票 講現在的收風 甚至講歷史研究 每逢歷史寫到很詳細 好像躲在增加底下看 你就知道那個滲水程度很大 我不明白為何這些東西你會相信 但當然 Kevin也提出另一個問題 你如果真的相信這件事 又跟我們現在主流的看法 相差很遠的情況 就是我們現在經常都說 林鄭現在是殭屍政權 他已經再沒有執政的能力 所有東西都被中聯辦接手 如果所有東西都被中聯辦接手 或者被中國共產黨接手 那有沒有可能會可以 有一些這麼仔細的劈本 是由他或中聯辦出 林鄭我覺得他近來的樣子好很多 林鄭信心有多了很多 之前是真的死舊 之前是一個行屍作劇 但現在好像生了一點 你要留意周顯大師 你現在看到那些劉添影 全部都是硬照 硬照是可以撿的 你不知道是否可以 尾涂瘦瘦瘦瘦 撿出來 因為皮軟約對上一次 已經是去到 上次說要在三罰之前 就說他們不會接受這件事 但我又問周顯大師 以你作為金斯大夫 紅斯大夫 你應該接觸很多 共產黨的幹部高層 他有沒有放資料給你 這樣說 我不是認識很多 共產黨的高層 但問題是我們都不會相信 我覺得香港的人 就太過信中聯辦 那些很低級職位 行政機構 你要信到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只有幾個 是 這個世界上 我不講名 這個世界上 能夠當年的時候 一早投注到梁振恩身上 他就是 真正收到中央高層 他就是真正那個人 和政治局常委的極高層 是Everybody knows的 business partner 是 他投資了梁振恩 很多聲稱收到中共封的人 結果賣了唐英年 我不知為何 最靠近的那個人 真的買了梁振恩 他表面上兩個都買 但實際上買了梁振恩 那就是代表 那就是代表 實際上人家真的 真正經營 然後一定知道 然後又說 這個人說什麼 那個人說什麼 那個人 這個人說 兩邊的 一個人支持韓英年 一個人支持梁振恩 一個人支持梁振恩 你不用信這些 結果全部都炒了車 就是因為你聽來的人 人家就是正如你剛才所說 有心理 其實總結 我想這個也是牽涉了 一些冷氣軍師的概念 因為你冷氣軍師 你覺得自己在這間房間很無力 所以你會很傾向相信很多的陰謀 為什麼那些東西不如我心的方向發展 肯定是有景觀的 肯定是有人搞的 這麼說 這個也是做股票的基本原理 那些東西不如你心的搞 肯定是證明你錯 因為陰謀應該是炒股票的 我們炒股票 你一定要想到莊家怎麼想 肯定是有人操盤 肯定是有人操盤 但是有人操盤就是你操盤 做股票 做股票你猜不到有人操盤 就是操盤 都是你鬥的 為什麼你猜不到人 現在我評論會一件事就是 假如是我怎麼會做 當然是我 我是操盤的人 我怎麼做 而不是你心目中幻想你希望怎麼做 是 好 現在就到這裡